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翠翠知道 我忘记把小猩猩的背包带上来了 里面都是他要换的裤子 他们正在下面拍照 所以我必须要在小猩猩掉裤子之前 把包包拿上来 我们出发 别让他们发现了 我们去停车场 走这边都在拍照 这也难怪 百花盛开 这是什么花 你们知道吗 打在评论区 韩国这座山就离停车场不远了 走吧 这是什么花 像一棵树 还有紫色的 不过还挺好看的 下山 哇 有几棵盛开的树 漂亮 这个地方好美 含苞带放 花开以后肯定很漂亮 你们说 为什么没有蜜蜂过来采蜜呢 哇 这个镜头太棒了 闪花结束 去停车场 抄近路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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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黄包车了 没人拍照 也难怪 太热了 这些是啥 可以吃吗 遍地都是 出来了 停车场就在前面 爆满 拿包包 怎么没有啊 后面也没有 前面 副驾驶也没有 那会在哪里 肯定是出门忘带了 我们回家 出发 到小区了 走吧 上楼去 我们小区好香啊 可能是因为花开了 上楼 小黄包 去主卧看一下 那边有一个 玩具 小欣欣每次出门 偶尔会带这个小黄包 装玩具 放回去 床上也没有 去客厅看一下 我已经习惯了 家里有宝宝就是这样 习惯就好了 没有 没有 地上也没有 帐篷里面呢 也没有 这就怪了 那会在哪呢 醉醉拿电话了 喂 亲爱的 伟哥 你待会儿在车上 给宝宝带一瓶水过来 宝宝要喝水是吧 今天宝宝喝水太少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别忘了啊 没别的事我先挂了啊 拜拜 拜拜 在哪呢 难道放在办公室了 过去看一下 去办公室 哇 我们小区的花开了 密密麻麻的 这个角度好一些 这是什么花 你们知道吗 我感觉自己被包围了 太漂亮了 觉得好看的小伙伴 请把好看打在公屏上 赏花结束 去办公室 拜拜 花开的季节 小伙伴们赶快去赏花吧 等一下 先给小燕他们打个电话 喂 帮我看一下办公室有没有一个黄色的小包 有一个小黄包 还蛮可爱的 有是吧 我马上过来 拜拜 拜拜 在办公室 走吧 开门 我们办公室就在前面 哇 出墙了 前方两百米 没有太大印象和豹 阳光明媚 进来了 到停车场了 上六楼 六楼 好 那我们一起看 哈喽 哈喽 小黄包呢 这样 不是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做的是装小猩猩衣服的小黄包 没有看到 没看到 难道没有放在办公室 这下惨 那放哪的呢 诶 这不是吗 衣服盖住了 就是它 小黄鸭的小黄包 找到了 我们去成都公园 拜拜 关上门 去找小猩猩出发 我妈已经三天没有到我了 该去吃个人家吗 努力不碰撞 要天地 带着很多小红花 到停车场了 拿小黄包出来 来 大专用包帅吧 锁门 去公园 哇 对面好多宝宝 应该都是从公园过来的 随随又来电话了 喂 亲爱的 鬼哥 小星星撂裤子了 宝宝撂裤子了 应该要带条裤子上来 好的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拜拜 拜拜 小星星撂裤子了 包不就在我身上吗 快点过去 小星星 爸爸回来了 过马路 这边没有太阳 天气真好 绿树成衣 我是猫猫猫 等一下 我好像忘记一件事 忘记拿矿泉水了 这怎么能忘 这样是让脆脆知道 肯定会叠叠不休 闻到发箱了吗 开后备箱 拿到了 放包里 搞定 出发 冲啊 到公园大门了 山上全是花 油菜花在这边 山顶上 终于上来了 我们在这里 油菜花在这里 猜走了一半 不就是为了拍几张照片 发朋友圈吗 小星星 爸爸过来了 爸爸抱 你的小黄包 来 爸爸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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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